哈喽姐妹们我是小包总 今天教大家如何分辨市场上的普通圆当品质和我们家卖的圆厂皮 像圆厂皮的话呢 这个相似度是跟装卖店里是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么像圆当品质跟圆厂皮的话呢 这两者的价格也是会相差大概是800人民币左右 这两个价格是相差的算是比较大吧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一开始不太看重品质 优先看到的是价格 所以他们会盲目去购买一个圆当品质 后面收到货又觉得原来A货的质量真的是不行 其实你们是选错了品质 如果说你们想要这种高品质的话呢 你们还是要去选择圆厂皮 那么很多姐妹其实心里是想买圆厂皮的 但是她又不会去分辨 所以呢我今天的话呢就抽空给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在这个视频中讲话各方面有点啰嗦 但是希望你们多多体谅 你想第一次这样子分享给你们 那么我现在的话呢先给你们看到的就是 左边这一只就是普通圆当 右边是我们家一直在卖的圆厂皮 那么我今天特意拿了最近非常火爆的 夏奈儿垃圾袋这款牛仔包 给你们做一个测评分享 可能这一期视频发出去会得罪很多痛 但是呢就是你们一定要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够买到的都是物美价廉 而且平均的话呢一定是要对绑的 你们看一下左边这一只牛仔的话呢 它中间这个膜白位置首先就不对绑了 你们看这个位置两侧的话正平两侧 两侧的话呢这个深蓝色是比较多的 然后两侧的话呢是一定是那种对称的 像这个膜白位置的话这个面积就太大了 这个的话首先就排除了 这个质量就不行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右边就是我们家一直在卖的这一款云厂的啊 你们看一下两侧的话呢是跟装卖店里一样的都是一个深蓝色的水洗 然后中间的话呢是不会太大的这个面积 是一个膜白的设计 然后呢我现在放大给你们看一下这一款牛仔这个线条啊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呢就是这个线条的话是有稍微注意了一个褶皱的设计啊 有一个褶皱设计就是它是一个灵格的 那么我现在的话呢在放大距离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普通的啊 普通的话呢在正面上肉眼上也是看不到的啊 它是没有这个褶皱设计你看 摸上去是非常平的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上感受得出啊 这两个品质啊真的是相差太大了 如果我不说这个价格跟这个品质的话 我给你们去选择 你们相信哦一定会去选择右边这个款式的啊 不做对比就就不知道一做对比下一条啊 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普通品质这个牛仔的话呢 真的是软塌塌的没有一点点形状 我现在放在这里它都很容易要掉落下来 然后你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家卖的这个高品质的啊 它放在这里是方方正正的啊 但是呢这个牛仔的话呢它也是有点柔软的啊 这个是跟装卖店里一样的都是这种柔软的啊 但是它是柔软 但又不会说是那一种软塌塌的牛仔料啊 好了那么我们的话呢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最关心的五金问题 这个是普通远单的五金哦你们看一下这个字母 这个是那样这个字母的话呢就不对吧了 真的是太low了 包括这个颜色的话呢也是不对版的 大家都知道啊这款厄厄拉基带的话呢 这个五金都是那种做旧金属的 然后呢我现在的话再来拿这个我们家原版五金的啊 这两个颜色你们去稍微做一个对比哦 其实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家这个原版五金的话呢是可以看得到是有一点点做旧效果的 如果手里收到货的那种是全新的啊很新然后是没有泽咒哦没有这个做旧设计的话 那个一看就是普通五金哦那个质量的话呢真的就不想说质量很差的而且价格也是比较便宜哦 然后背面的话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背面的这个五金也是这种复古的啊 可能视频分享的话它会有点压缩这个视觉效果 但是我现在做的对比其实你们也是可以去看得见的啊 然后这个字母的话呢你看这个字母都不对吧 而我们家这个的话呢这个字母在肉眼上都是可以看得见都是比较就是有这个形状的啊 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包包的这个设计哦 你们再看一下这个包包正面哦 我现在的话呢把这个内拿掉然后你们对比一下内里这个颜色 这一只肉的话呢内里是有一条字母带的 然后这个字母带的颜色你看这么朗 这个颜色一看就不对吧哦 你看这个颜色很朗 这个颜色就是不对吧 而且的话呢是很皱很柔软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咱家这一个这个原厂皮的这个内里啊 我现在放大给你们看一下 其实这一期视频我是想分享很多次了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录制啊 那么最近有很多的姐妹说想要看一下我们家的这个对比视频 那么你们看一下这个是原厂的啊 这个是普通的 你看这个尺寸都不对吧 真的是我希望这个厂家的话呢 你能不能稍微多上眼心啊 你看颜色不对吧 你外这个尺寸都不对吧 然后呢你们再看一下里边的这个五金呢 连这个五金颜色都做不好 你还还卖什么包包啊 是不是 你们看这个五金呢都不对吧 而且尺寸这个尺寸有点偏大了啊 这个就不对吧了 其实这些包包真的是我不想发的 因为一发出去的话呢就会得罪很多同行啊 但是呢我又不想要太多的姐妹上大受骗 因为真的是很多姐妹就说买到的这个质量不行啊 然后就不太相信这些卖包包的人说的话 其实我也是一言难尽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子母带哦 这个的话还是圆长皮 这个是普通品质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颜色都真的是不一样吧 你看 这个颜色是有一点点偏黑色啊 有点偏黑色 然后我们这个放大距离看到的还是可以看得见哦 是那种深蓝色的 然后中间这个膜白位置的话呢 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 然后你们再看一下正面的这个小双C logo 这个双C logo也是非常的精致了 那么你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普通的普通的五金 你们这样子看 真的是可以看得见吧 这个普通五金的话呢 就是那种非常的粗糙的 非常粗糙的 而且这个打这个抛光的这个设计啊 都有点不太平整 这个颜色真的是不对方太low了 人家卖一个2000人民币 我都觉得贵了 因为很多人呢 拿这种普通的云丹 然后去充当云厂皮买 哎 真的是 然后这边的话呢 是子母袋的背面哦 也给你们看一下 这两个颜色真的是 你们去分辨吧 如果说我不说价格 然后这两个品质摆在这里 你们会去怎么选择呢 好了 那么我这个的话呢 就先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我下一期的话呢 还会再多做一个详细的这个分析给你们啊 感谢您的关注